二年级,现在我们来讨论答案咯 第一题是什么东西会比石头还硬 第二,我每天都会帮妈妈做家务 第三,学校假期到了 爸爸会带我们到马六甲旅行 第四,不吃榴莲的人 一闻到榴莲味就会想做偶 第五,蜜蜂在花园里飞来飞去 忙着传播花粉 OK,好,所以现在你可以按暂停 老师按暂停,可以让学生读一遍五个句子 OK,开始 好了,我们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呢,第一题 我们来看一下 OK,好,所以第一个 小花喜欢看名人的传记 OK,这边你喜欢上汉语评 因为可以学习他们的好榜样 B,公公进医院的消息 传播出去后很多人来看它 子华把话写在纸上 然后传给我们看 所以呢,这两个读音是一样的 我们就打候B和C的答案 下一个 他在海上漂流了三天才得救 新年里大家都穿上漂亮的新衣 那几片落叶随着和流越飘越远 所以这个飘跟这个飘读音相同 我们就打过A跟C OK,下一个 他走得太快,差点滴,差点滑到 差是第一身哦 文光做事不用心 所以常常出差错 休息了几天后 他的病差不多好了 所以是第一和第二身相同 OK,好,睡起好了 各位我们看下一个 好,下一个的话呢 第一个 本领的同样意思是本士 幼苗的同样意思是幼小的植物体 OK,懒这个字呢 是不爱学习 跟随着是跟着的意思 所以你对的打勾出了就定正 好,你看下一个是 OK,所以老师有把句子 就是写完整一点在这里咯 你可以对看你的答案啊 所以第一个是椰子树生长在海边 第二个 椰子成熟了会掉在沙滩上 第三 你就要改成我咯 我认为椰子树会生长在这里 因为有助于椰子树成长 OK 好 所以 看下一个 OK,下一个的话呢 第一个 我们的答案是苦什么 苦瓜 OK,然后到瓜子 然后到子孙 然后到孙 然后到孙儿 然后到孙儿 OK 直 直什么呢 直得 得空 空 空 白 白天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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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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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节约的人 从不乱花 钱买东西 原来我爷爷会说日本话 我今天才知道 所以安暂天啊 过后我们先来读一遍这些句子哦 开始 好 好 好了,我们看这里 OK 所以第一个哦 他很懒惰 从不打扫 房间房间里又乱 OK 乱 诶 又脏又乱 小人也看出来 又脏 又脏又乱 又脏又乱 所以心脏 肮脏 脏鞋子 所以哪一个是读音不同的 答案是 A 好,下一个 他是大好人 OK 好 好 第三声 第三声 好人 第三声 OK 所以这个好听 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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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个多音不同 就是 C 下一个 这个 一转身 转身 然后这个 转交 OK 转圈圈 转 转穴 OK 所以答案 读一步同时 D 好 下一个 OK 所以老师把下面的句子做完整给你看了 OK 如果你看见有一个人的教室里没人 可是风扇没关 你会怎么样做 你要写咯 如果我把你给成我咯 如果我看见有一间教室里没人 可是风扇没关 我会把风扇关掉 OK 下一个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 我要这样做是为了节省电源 OK 写一个例子啦 所以我们就把将垃圾进行分类 好 下一个 第一个 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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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 脏 所以是这个 OK 好 行为 行为 下一个 难 过 难 过 下一个 空 空 空地 还是空地 空地上 OK 空地上 OK 转 转了一圈 这个是转了一圈 转了一圈 好 所以呢 打狗对的答案了 OK 下一个第一题 人类反对使用塑料袋 OK 跟 友好相处 OK 既是 或 练习书法 OK 然后下一个是 成为环保大师 OK 下一个 是 手帕 下一个是 不怕 OK 好 OK 来 下一题 你们这个自己读了 对不对 跟老师读了一遍了 过后做了 对吗 所以我们现在老师读一遍了 有人会说宇宙空间不是很大的很吗 那里有数不清的星球 在地球资源枯 结的时候 OK 枯结的时候的意思就是干枯了啦 我们不能移植到别的星球上去吗 科学家已经证明 至少在地球为中心的40万亿千米的范围内 没有适合人类居住的第二个星球 人类不能指望再破坏地球以后再移居到别的星球上去 不错 不错 科学家们提出了许多设想 例如在火星或月球上建造移民基地 但是即使这些设想能实现 也是遥远的事情 再说 又有多少人能够去居住呢 我们这个地球太可爱了 同时太容易破碎了 这是与航员遨游太空目睹地球时发出的感叹 只有一个地球 如果它被破坏了 我们别无去处 如果地球上的各种资源都枯竭了 我们很难从别的地方得到补充 我们要精心的保护地球 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 让地球更好的造福于我们的后代子孙吧 ok 下第一题 为什么很多人对地球的破坏 已是漠不关心 A 因为科学家会努力修补破坏的地球 B 因为人类认为可以移居到别的星球去 C 因为科学家已开始在火星和月球上建造房屋 所以这个答案是B 是因为人类认为可以移居到别的星球去了 所以他们才不关心地球才破坏地球 ok 下一个 在地球 在以地球为中心的40万亿千米的范围内 没有适合人类居住的第二个星球 这句话的内容可以含阔 概括为 为什么呢 人类不能再指望破坏地球以后再移居到别的星球上去 所以你帮老师highlight起来 或者是把这个圈起来 ok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再把句子呢 整句的超近你的横线上 所以你们就把这个句子写进去就可以了 好 第三 简要就是简单的讲说明 熬游太空的宇航员发出我们这个地球太可爱了 同时又太脆弱了 这一感叹的原因 为什么他会这样讲这句话呢 是因为如果地球被怎么样被破坏了 我们就别无去处 ok 所以的话你就可以把这句话写成 如果地球被破坏了 人类再也别无去处了 ok 这个只需要一个了 所以前面这个热不要写啊 如果地球再被破坏 人类再别无去处了 ok 好 老公我们看下一个 ok 下一个呢 第一题 第一个句子 是放学时猛烈的太阳 照耀大地热得我满头大汗 然后这时我看到路边有个卖水果的小贩 便赶紧买了一大片西瓜来解渴 ok 然后回家洗澡时 我的肚子疼得受不了 还呕吐不止 只好向妈妈求救 妈妈赶紧带我去看医生 医生说我吃了不卫生的食物 唉 都怪我贪吃乱吃东西 以后我再也不敢乱吃路边的东西了 好 答案是1 4 5 3 2 所以下面的话不需要写下来 不需要 把号码写上就可以了 ok 好了的话呢 我们这堂课就讨论结束了 有任何问题的话再问老师 所以没有问题的话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下个星期见咯 拜拜